2024年的DSC Paper 2, MC 第45條 如果有一個Variance,即是中文是方差 of the 7 numbers, 七個數字 這七個數字就沒有給你了, x1-2 到 x7 他就給了一個數字是 16 里 你都猜不到是甚麼, 你知道做的 他是配大了 9 倍, 其實是配大了 9 倍 每一個數乘9 倍 Static duration, 問你一個標準差 你一定要記得這條色 標準差的二次, 就是方差 Static duration 的二次, 就是Variance VAR SD 如果是 Sigma, 這個是讀 Sigma Sigma 的二次, 就是Variance VAR 我們教過的時候, 譬如這些是深一點 只是乘除會影響它的數值 加和減是不會影響的 加和減只會影響初中學的3M Minimum, 中位數, 平均數和中數 所以, 我們這條數, 如果這裡乘9倍 答案, 理論上好像成9 不過, 小心點 Variance 和 Static duration 兩個的關係 是差2次方 所以, 要是將你的數, 先開放 即是說, 你的數16 是Sigma 二次 那你就找回它的Sigma 就是4 OK 那你這裡配戴9倍 答案, 只不過是剩9 你就出到是36 那就做完B-boy OK, 這個是 Method 1 Method 2 好了, 如果我們知道的Variance 如果我們知道的Variance 這裡是會配戴 如果這個9倍, 你會配戴9的2次方 即是說, 如果新的Variance 新的Variance 就變成16乘9的2次 新的Variance OK 你這樣寫, 新的Variance 就是16乘9的2次 OK 所以, 如果你是新的Standard Duration 標準不測 就會是這個數 整個數的開放 這個數的開放 即是4乘9 所以就一樣 跟剛才上面的顏色一樣 就是36 那你就可以做到是B-boy 兩個方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加減, 就3M變 變, mode, median 成取, 就全部都要變 Variance和Standard Duration 全部都要變 加減, 只是這三個變 所以, 你兩個問的時候 減5是不會影響答案的 減5是不會影響答案的 再考考大家 如果這個數字 我改了做Min 這個是16 那你新的Min是甚麼呢? 就是16乘9再減5 16乘9再減5 這個就是新的Min 如果他這樣問你 問Min, 問母, 問median 你都要加5 問SD 你不用加5 問Variance 你不用加5 問IQR 都不用加5 這個你要注意 很多人會犯這個錯誤 加減, 3M變 勝除 全部都要變 Variance 還要是倍數的意思 Variance 還要是倍數的意思 那你要記住 我剛才說的那些 口訣, 方法, 技巧 你考試便會特心應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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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